你說美股那邊 我見有很多其他 好像美國當地的大行 講到好像美股的大調整會即將來 可能會調整幾成 一兩成這樣算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會跌得很厲害 但是你不要忘記一件事 美股又回到高位去算 我們說歷史高位都是近來發生的 歷史高位去算 其實這一回合回調了5% 沒有 其實真的很少 所以你又不要當過去這幾天的時間 美股可能會這樣差 就覺得它好像很不練 反而美股的狀況 我覺得其實差勁有個譜 所以你說好像納指為例 你說納指 我代理說一些反向的行不行呢 我說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回到今年的經驗去看 很多大家拿一些當地的 我們叫做正向的兩三倍的ETF 都的回報是相當之厲害的 當然你說反向 我自己先給你意見 我就不是這麼贊成的 因為我真的會覺得 美股的調整 多幾個譜的 除非你說真的可能突然之間 要解釋你說這個 三花偉儀很英的話 三花能力會有點擔心 但是如果不是 我就不覺得美股 會再有些很厲害的調整 所以就變成你買反向 第一 我就不太建議了 第二 即使你買都好 你沒有了 你就慢慢看位 你說這些位置我當你 你自己似乎了 你覺得美股還沒有多少調整 假設你當這個納指 可能在這些位置 你再調整大概我當5%至10%左右的 你自己計一計算 因為假設你當5%左右的話 這是兩倍控肝 你不是用大概1個9號3號買的 你會當大概2個2個3號 就用2個3號做目標價